大家好 欢迎回到蒙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4月3日星期日 下午时间 今节由我许嶋做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静向部》 《沙拉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立刻有点笑声 有些人可能在哭会不会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有关于防疫服务包那方面 大家收到大部分市民都很开心 不过有些人就说不要 说这么多人摸过 我不要 在电视上见到很多人 每个人都碰来碰去 我觉得很骚啦 我不想要啦 这么说也行 对啊 很困难 不过大部分市民都很乐意见到 还有今天特首在疫情记者会的时候也提到 其实这个防疫服务包 如果大家真的拿了之后发觉是不够 在未来是再会有全港大约90个派发点 你可以叫做再拿的 那么变相令到这些里面的东西 快测包 莲花清瘟 KN95口罩 或者甚至乎比它再低一个level的口罩 都会马上变成 政府都在变形金刚的嘛 狂派 薄派 狂派 狂派 是呀 太厉害了 我这段时间还需要出去买啊 因为特首都说了 对啊 他昨天去派的时候 他会看到有一个家庭 他会问他 你有多少人 他说有五个人 就是超过了三个人 因为那个快测包 连同其他的物品 加起来 基本上是如三人家庭左右 如果你的家里面也超过三个人 他又刚刚在 比较两个人 即使说也不会问你这么多 就是喂 你叫出来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人 你们一起住 给个身份证我收下 没有这些的 总之你告诉我 是 我就给你的了 即使扎时之间 在香港市场上 这一类型的产品 就变相 咦 我还需要给他买呢 不用买 政府都派了 有些人可能贪心点 还说多拿几包 也说明了 在不同的分化店 假如因为我们接下来 要做那个全民的三天 每天做一次快速检测 用这个检测包 我之前已经在用了 已经用了不少 不够 都可以叫他拿的 甚至乎特首说到的形容词 是说你走过就这样 已经可以叫做拿的了 哇 最关键的叫做快速包 这件事 厉害了 一收到这个消息 很多曼欧 屈人子 或者其他不同的药房 认性要大砍价 砍得挺厉害的 是吗 真的吗 那当然了 政府这次这样做 其实某个程度上 都影响了市场 是这样的情况下 是呀 砍得很厉害 如果你可以突然间 砍得这么厉害 砍成半 吃半 平时不是很好找吗 没错了 你砍一半 你还可以卖 不会叫生气 就是证明了还可以收拾 是吗 有些人就说 对呀 为什么他们这次不吵 代表他们现在间接地 透露了自己 过去赚很多 已经没有人叫 你们谋取暴力 还是怎么样的 不过怎么也好 商业社会 自由经济 你愿意给这个钱买 那就离情我远 但是当被人知道你的底价 原来是这样的话 哇 你平时吃水这么深 开口卖口又说 什么街坊街里 原来你当我是X4 看到有一只 名字是孤隐其名 驼叉 本来买120元一盒 忽然间就要降价 去到60元 砍得很厉害 很厉害 平时也是买不少 另外那只曼靠叉 也在两天前卖198元 这只没有减少 还未到一半 不过已经去到出血价 168元 拿个好意头 这样说 公平点说 这些药房也有成本 也有人工 也有铺租 这些药房也计算在货币上 自自然而然 再加上他也要利润 一间公司 他有这么高的mark up 其实如果想深一层 又不是真的那么夸张 因为你有这么多成本 政府没有 政府去大举购买 然后派发 大举购买 已经在成本上有优势了 第二就是他根本不是为赚钱 就是要派 所以便宜了这么多 政府买回来就不是用 好像在曼欧那里买那一架 肯定就是 这个当然了 还有有一部分 是中央还港的物资 所以价钱方面 可能真的叫做有商有良 不会去到这么贵 这也是一件事了 所以一口气 令到药房那方面 很大压力 变了 大割价 不过有一部分的 就不是便宜很多 例如深水埗 我们平时去到 咦咦 不是鸦寮街 买什么电线 买什么电池 或者电脑 那些古灵精怪 不是的 因为最近转型了 就是口罩 那些古灵精怪 都可以卖 应声都要下跌了 没办法了 KN95最便宜 可以去到100元60个 就是平均过7元 这么划算 这么划算 很划算 划算了 划算了很多 划算了很多 是 说回市民的反应 对于快测包 虽然说政府有很多 可以给大家去拿 我看到市民的心态也挺好的 他就说如果真的需要到 政府又不够派的话 自己买也算是可以的 不如留给老人家 或者有需要的人 他们去拿 免得到时去完 分发点再继续拿 所以有些人都愿意自己去买 也算是可以的 看到市民有一部分都说 会愿意配合三天各自各 去做这个快速检测 因为大家都有个心 原来就是希望 宁愿做这些好过 什么全民强检 不是不做 然后又说 你学得到 深圳那样什么 分小区 又说这样那样 有个市民说得挺有趣 他说到分小区 立刻想起何君堯 那时候又说 分开多少小区 又说这样那样 又说 找多少人 就会负责 什么区 有多少人 今天特首在疫情记者会 都说到 不是说有热心市民来帮忙 那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做全民强检的时候 那9000个检测员 他们全部都受过训练 没错 要受过训练才可以做的 始终这些都是 不是一般所谓的义工都可以埋位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看到 不是 现在社区的动员能力这么厉害 这个又说去派 那个又说去帮忙 记住 派东西就并非好像现在这样 未来的採养员 要受过培训 可能你说 怕什么 我现在立刻去训练 怕什么 你呀 多少都可以 有信心就可以了 有信心一定可以 有决心一定可以 有信心一定可以 就是伤心 真是什么心都出世给你们 所以就并非说叫做这么简单 不是的 另外也有些人就问 为什么不早些去派这些防疫服务包 他也有解释 因为派这些服务包 都要考虑到物资的供应 究竟是否叫做到位 他也说了 近日这些物资才叫做到位 早前中央提供了60万头的中药 其实已经是早已派完的了 今次都是专门特购 就是刚才台阳所说到 另外要再去买 那不是全部都是送给香港 不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说这些药房 看来好像叫做暴利 不过怎么也好 他们有一段时间 都真的没有了内地的朋友来到香港 去买比较多东西 例如药油 奶粉 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 都令他们失去了一部分的营业额 和利润 尤其是那些叫做万欧 和屈人子 他们那时候开这么多 有一部分还要是专门给内地的朋友来买 买的 突然没有了 洗头水等等都变了 饼干都变了 滴了 不用你们吃都滴了 唯有这段时间叫做扣回一些 不过药房方面 他们也算是扣到够了 所以这次你说暂时不见药房在那里呱呱吵 被政府鼎陷我们 我们之前还买了这么多快測包 现在没有吵就算好了 其实我觉得 你派完这些化粧包 这些物资包 都是用一段时间的 那遲些物会就补回价 将市面供应 是少了的话 价格自然就上回 很正常的 始终都是一个商业社会 过了这个全民玩快測包 这个时候 我想之后 可能还有些市民都可能需要 因为他们的工作需要 是不是仍然要有一定的 快測包在手都应该可以的 不过我们记住一件事 虽然这些叫做 好像暴力价 或者什么的 曼欧 屈人子 药房之外 我们还记得 之前有一位阿哥 他说 大家可不可以救救我 我不知道有多少十箱 好像不知八十箱 或者多少箱 的快測包 是多得很重要的 又说 这么厉害啊 对啊 跳楼价 又说如果不帮他买 就要在中银大厦的顶楼建 都希望他能够叫做珍惜生命 虽然他压到的价格很低 但是现在你不能再低了 因为特区政府是免费的 或者可能有些人 接下来可能会拿多一点 结束了这个全民快測三天之后 可能他也有少少存货症 特区政府方面都不介意 其实最怕是你不来拿 或者最怕是你拿了不做 更加害怕 不过呢 有一点要小心点说 特区政府就说 接下个星期会有一些宣传片 会在电视播放 教大家如何用快測包 不过我看到有一位仁兄 已经是先声夺人了 你怎样 就是袁国勇教授 他在港台那段片 示范给大家看 因为有些人就说 妈咪我好害怕啊 为什么呢 拍到袁国勇教授的头太大了 假如你家用45寸电视 甚至乎55寸电视 甚至乎70寸的大电视 哇 你看到袁国勇的头 比大批披萨 这么厉害 他再厉害 哇 这样很可怕 有些人就说 妈咪我不要滑鼻 为什么 你看看他 要滑十次 因为将袁国勇教授头 放到这么大的时候 妈咪我不想我鼻孔变得这么大 是呀 哈哈哈哈 这样 是呀 不用 你不用医到鼻子很大 只不过是画面的问题 我想要有点点字眼 要不要家长指引 陪同解释 他抹那么大口 其实想示范 或者用射穿奴教的招 会不会好些呢 对 射饮度 对 虽然有点不太清晰 但如果你买大口 全香港都会认得你喉咙 是怎么办 对 对 希望特区政府这方面 宣传片 可以做得比较好 会好很多 不过 应该都拍了 不知怎样 希望宣传做好些 未来的大家 星期五六日 一起配合一下 快策包 或者其他物资包 因为你未拿 就可以整个再拿 有些可能说 我家里何知三个人 我九个人 要拿三包 要拿四包五包 都没办法 特区政府都说 不要紧 最紧要你来拿 愿意会给你的 好了 我们今次暂时说到这里 好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